位于南加州特曼库拉市的大庄家高球场 于10月6号及7号举办五周年庆典 今年同时又创下了开设以来 参加高尔夫球人数的历史新高 大庄家高球场无疑正在向世人 展示着一部卓越的成功史 以及一种敢于为梦想开拓进去 执着追求的坚定信念 2008年11月13日 大庄家Jerny高球场在美国经济的一片惨淡与动荡中毅然开业 Pachanga部落的鲁色诺印第安人 已经为Jerny高球场的规划工作倾注了太多年的心血 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让球场成为服务大庄家 赌场住驾村以及外来顾客的便捷休闲设施 短短五年之后 Jerny高球场已经成为各种球场评选所认定的 南加州最优秀高尔夫球场之一 与此同时 球场正在稳步向创造新一年的记录的目标迈进 最终有望比2008年开业时的高尔夫球开球局 多出32,000至4万局 此外 据高尔夫球总监Scott Mallory介绍 Jerny高球场具备极具特色的环境以及项目 国际卫视记者综合报道